台湾議員跟我們會合作人家 5月12月23日 我們去日本的皇宮 兩萬人 其中台灣人有150萬人 都像這個 第五萬 跟台灣民主一樣 特別安排 我們有五家油安麻糬 讓日本人先走 剛才走到日本田農 日本田農三十方向的時候 讓我們一百五十人站在那裡 日本田農皇宮頭一次 優勢以來頭一次 出了兩隻雞 一個就是 日本的馬路雞 一個就是台灣民政兵 優勢以來 所以我一直都要求我們的公子 相比要去看 看到日本田農 跟我們會合作 喔我台灣 台灣自治 台灣不是建國 要讓我們台灣來主題 所以台灣要主題 有一個台灣基本法 讓我們台灣 日本政府聯合 如果要關到日本政府 很簡單 透過台灣去關日本 這是 國際法律 就聽到 透過台灣來關日本 這樣就可以回合大日本國 所以後來的大日本國 在我的構想 我現在說是我的構想 我的感情 這段不是法理 我的感情是 大日本國 會變成 日本 國際法律 北海道 日本 北本州 日本 九國 日本四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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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香港和 台灣 你們說好嗎 好 好 好 這段不是我的 說笑話 請你跟我們一起 2012年4月11號 我在這個地方有說 我們要打招呼 日本 人們在這裡上班 來關日本 好嗎 好 台灣的總理 沒有一天 在關日本中 你說 中國那樣 你不要 那是我們的問題 什麼的問題 美國的問題 你不要激烈 用那些錢 放在那些錢 在那些錢 肩膀上 什麼 一千年會 大向台灣 你擔心嗎 我都不擔心 什麼的事情 美國的事情 美國的處理 我幫你保證 美國政府 我說一個例子給你聽 1939年3月9號 日本台灣的高雄青 用全世界選擇 西沙群島南沙群島 改名為新南群島 同時 百幾顆的滾兜 農中的命名 因為 西沙南沙 是屬於 日本台灣的高雄青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會去叫日本政府派人去 越來跟菲律賓 跟馬來西亞去談判南沙 不然日本哪有什麼管理 他哪有權利 他哪有權利 在台灣 確實 扣分也好 都沒有給你加 我請問你 釣魚台誰的 我爸你搖的 台灣誰的 日本的 所以釣魚台誰的 日本的 不簡單 為什麼 日本也是豬亞民 我跟你說 1895年的彌月 日本政府選過 他說釣魚台市 無人島 我日本政府 看到地區外 有一個東西 蓋上去 就說 這樣釣魚台市 我日本的 所以1892年的2月 大青帝國說 來來來來 自古以來 還有人都在那裡捏魚 那不是在日本的 日本人也很肯定 過三個月 一八九五年 四月十七號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這年請坐 台灣 到台灣 周邊群島 琉球 永遠 割讓給日本天王 一八九五年 五月八號 馬關條約生效 一八九五年 六月二號 日本 華山四季 才有的第一名 中東 李建方 李鴻昌的爹爹 在河濱環 在基隆外海 板魚膏 板焦哥 東西中 台灣周邊群島 三十個 軍島 一個一個列明 其中有哪一個 就釣魚台 所以你看 釣魚台 在台灣 差不多要到 差不多三百公里 但是 花蓮旁邊有一條 雨納火島 離去台灣 哪裡 一百多 一百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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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日本的 離開 台灣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郊原 台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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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 這 動手 你 如果 你 跟他 說 你 馬關條的、下關條的 你中國已經獎牽牽給我了 我說我幫你保證,阿拜他就定了 南海、新南群島、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是我們台灣的高雄酒的 我們要進出,為什麼要進出 裡面的酒有 比現主席的阿拉伯會三倍 是說台灣人會好養 釣魚台也不醬油 那時候以前,那五年島都賺錢 現在都賺到酒,都賺手 不用手 那時候日本,八公那一分 就是新南群島、西沙群島、西沙群島 你不撐的也不行 國際法嘛,那不撐的也要怎麼 高雷了 所以那些人 馬來西亞本來 和那些菲律賓和中國 想要來抽南海 本來,這些中國人 中國人,喔,假身爛壞 絕對不一定 美國一個人說,軍政院派對 台中人要抽台,要戰爭,都會怎麼樣 他現在告訴你,我們中國愛好和平 看到鬼 就已經完全退讓了 我告訴你,臺灣不回去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不回去臺灣 在在在州國外,如果沒有選擇,就是臺灣更中華民國 你看不出來,臺灣退出聯合國,對不對? 絕對不對,臺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怎麼退出聯合國? 是中華民國,臺灣又與某一個國家斷交,對不對? 不對,不對! 臺灣從來沒有跟人家建交過 現在美國說,你臺灣人兩千萬人裡面 你看看,我不是臺灣留的歷史,不是兩千三百萬 他們一千九百萬,其他都是誰? 你忘在臺灣的中華人,這個人叫什麼? 中華人,他叫做農民,我是叫他叫做難民 啊,難民現在住的地方叫做什麼?難民營 西藏在留給印度的難民營,是要付造金的啦 我們喔,臺灣本土在這裡看你,叫他阿伯去說,自己搞不清楚 後來那些難民營,住的地方比較好,叫二爪都是臺灣人 藏租,那些就學貸款都是臺灣人 你們這些在座的,我相信,很多藏租的時候都是用就學貸款 啊,不會比較欠銷,欠一多堆啦 臺灣民政法,阿伯都給他出銷啦 阿伯都給我,現在欠中華民國都說,你就不算啦 因為中華人不是我們的國家嘛 所以,因為今天的時間齁,我要留一些時間給我們 你們要去房間去看,因為我兩個小時,不可能說要禁銘最小 你們不知道,去房間去看,老闆就在那裡 我一定親自給你答覆 這個答覆意見,我待會兒要告訴他們 我們來請臺灣民政府的總理 臺灣民政府有總理 我們已經有一個演出政府了 我們的總理啊,蔡教授 蔡教授,來 來 來,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現在來非常頑皮 我現在來非常頑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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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主席 蔣教授 主席 林靖新福祉 感謝後援在這位官吳林靖委的榮心 跟我們新來這麼優秀的青年 很愛臺灣的動揚 蔣教授的同學 大家好 大家早 早 我們非常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 在這個殿堂裡面 一個學術殿堂裡面 來聆聽關於臺灣的國際地位的研究先驅 林靖新博士的一場堅才的演講 我相信很多同學 聽了這場演講以後呢 就會想到過去 這十幾年以來 所受的教育 是完全扭曲了歷史事實 從今天開始 你所提到的 就在你的腦中裡面 會發生一些話的電話 我自己回想 我個人 我在念高中時代 就懷疑中華民國長期統治臺灣的正常性 懷疑國民黨長期佔據臺灣 剝削臺灣人民的這種合法性 但是呢 我找不到答案 找遍了這個圖書館跟所有的書籍 都沒有辦法得到答案 一直到2007年了 我在中央院研究院服務 有一天 暑假七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同事 他是政治學的研究人員 他推卸了 把一堆書丟在這個口袋上 任意讓喜歡聽書的人 去拿去看 我在書的裡面 找到一本 就是這一本 美國軍事佔領下臺灣 我拿回去 拜古之後 豁然開朗 完全解決我幾十年 從十七八歲 一直到我六十歲左右的 一些心中的疑惑 後來 我退休了 提前退休 打算去中 因為我覺得 國民黨夠爛 貪污化 但是呢 說要改革的民進黨 不但那種改革 也夠不夠 趕快 順利堂污 估謊 所以我非常失望 我就想說 這是重點的 我全心全力 再種一些樹苗 還有種一些青菜 後來 有一個朋友 就可以跟我引見 我們的林自身博士 我們在交換力竊之中 我很快地就覺得說 這是臺灣唯一要走出櫻馬的一條路 所以我就很樂意來參加 我們民政府的這種活動 我個人是台大經濟系畢業 後來拿到美國國務院的獎勵金 到我們去面試 回來以後 一次都在中研研究院 做經濟跟財政網面研究 我也很高興 我曾經到我們城隆大學來演講 以及來參加學術會議 因為我的演講跟參加學術會議 本來城大的經濟系列 經濟研究所要我來開課 但是因為路不遙遠 而前幾年我身體又一直都是很潛暗 所以面對台南戰士 但是我相信今天這個演講會 開啟一道很好的大門 讓我們繼續來做溝通 在剛剛我們秘書長 我們民政總裏都是說的 很多將來 如果民政府執政以後 所有的社會福利措施 我個人是擔任過阿蘭縣政府 財政總裏長 在陳水扁這個擔任總裏 八年之間 至少有五次人家是分店了 當財政總裏長 但是因為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藝術 就沒有將這個擔任過 不過我對於我們民政總裏 以後的財政的解決 財政困難的解決 以及所有的建設跟社會福利措施的建立 我倒是非常樂觀 我希望各位年輕的朋友 各位年輕的同學們 大家要對台灣的信心 對台灣民政的信心 我們將來的目標 我們的做法是怎樣 我們是透過法理訴訟 去告美國 甚至於將來告中華民國 甚至可以告日本 為什麼讓我們文革台灣 讓中華民國這樣來壓迫跟剝削的六十幾年 我們要求將來台灣一定要自治 將來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社會秩序非常好 經濟發展很順利很困難 我們也能夠要求來建立自己的國家 我相信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達到這樣一個遠大的壓力 我相信今天大家知道了 原來中華民國的歷史都是創白的 原來它是在荒騙騙了我們幾十年 現在如果有這個了解 我希望各位盡量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不是為了你為我而已 而是為我們將來 後代的子子孫孫的幸福跟快樂 我們希望將來會創造一個非常綿好的環境 讓大家能夠發揮個人的這個創造 創新的能力 讓台灣變成一個非常美麗 非常完美的一個國家 讓每一個人在這裡都有很高的這個幸福的指數 今天我們很感謝我們這個民視事務所 用這一場精采的獎 我們再度鼓掌來欣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呃 恭喜 再可見 今天我們多謝謝牛 flight 這些州主 riters這邊請要來幫他 謝謝大家 看嚐啥 他在說妳的歌 現場了 超級ags 認識 請要做 coil 就每次都不 Anda 見到說 我們想哼 就是我們靈畢生畢修定所部長的一本職 來 有人要編何來 去編 不好意思 我是陳達索理系的學生 然後我就叫王醫師 然後就是 我是一個巧聖 然後本身文化是台灣人 然後我是很關心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所以在整個學習當中 我得到一個解釋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情況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中共跟中華民國 是還在內戰中 然後就是這個內戰還沒結束 然後就是台灣被捲入了這個澎湖 然後我是想說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台灣的人民或者是台灣民政務 要怎樣做出一個決定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台灣現在控制的民國 其實還包括了就是金門跟澎湖 金門跟澎湖這些地方 那以發力來說 這兩個地方好像不是台灣的主權 像假設說台灣民政府真的成立的話 這兩個地區的人民又要去哪裡 對 然後最後一個是說 如果台灣民政府成立後 對於就是中華的文化的繼承 這一個的保留又是怎樣的決定 對 就這樣 很好 這位學生他的問題 三個問題 第一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還在內戰 那我正式地回答這位同學 去年6月29號 ECFA簽 這所謂的ECFA簽 就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已經和解內戰結束 中華民國可以回去 所以美國已經很清楚地表態 在6月29號簽了ECFA一號 6月30號 第七艦隊 離開台灣36年後 頭一次回到左沿的軍港 同時 當天就派車進入青春港 這只是說 台灣媒體不肯說 但是TVVS 只有報一次就把它拉下來 你可以去查去年 2011年的6月30號 那一天的TVVS的檔案 上面 ECFA簽了 然後 美軍進到台灣 這代表說兩岸 不是兩岸 就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已經和解 以前中華民國之所以不肯離開 不均離開 因為我講台灣話不想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到一點 那我就講普通話 因為ECFA簽署以後 已經代表兩邊和解 和解以後 後來中華民國就可以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塊土地上面 這是為什麼美國有很多的措施 你應該可以看得到 他默默地在允許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簽了什麼條約 對啦 什麼論壇 其實是在促進台灣 本土的台灣人 要接掌政權的前兆 第二點的問題是 就是關於金門跟夏門 金門跟馬祖的問題 金門跟馬祖不是美軍戰友 金門跟馬祖是中華民國的殘與領土 所以我們建立 就算台灣民政府執政 中華民國可以回到金門繼續執政 如果中國不反對的話 當然中國反對是中國的事情 那我們的後面 美國軍政府 他一定要按照 舊金山和平條約來執行 所以呢 坦白講 中國共產黨有沒有殺過台灣人 沒有 殺台灣人是誰 中國共產黨 我們為什麼在恨中國共產黨 你有想要嗎 好奇怪喔 所以你看 現在中華民國在法兵 回去中國 要回去中國 留下一大堆笨蛋的台灣人 在那邊跟著他喊 然後台灣人也自己想 以前不是要喊反共抗惡嗎 萬個的共為嗎 今天為什麼 要跑到那裡去 所以這是 中華民國的思維 中華民國的教育 非常成功 但是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要有自己的主張 現在所勸缺的就是 本土台灣人要站起來 所以金門馬祖 我們不要 你中華民國 在那邊實施你的憲法 你實施你的什麼 我們不管 那是另外一個國家的事情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相信 我也絕對有把握 他不敢對台灣民政府怎麼樣 因為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有試驗過啊 台灣民政府 在去年12月21號 23號 去靖國神社參拜 向日本天皇參拜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抗議 一次都沒有抗議喔 你記不記得以前 你一定會去靖國神社 哇第二天報紙全滿的 還有那個台聯的那個什麼 那個蘇敬強主席啊 第二天全滿的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去 他不敢講話 因為 我們按照法理 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 知道的非常清楚 他沒有必要得罪我們 你說對不對 對 第三個問題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如果是好的話 自然會存在 中華民國 中華文化如果很爛的話 自然會結束 台灣有台灣的文化 我跟你講 去年的311 發生大地震日本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所有的日本人到711 排隊 排在場還是排隊 車子全部按照資訊 有沒有 全世界誇獎他 台灣人誇獎他 我說台灣人你不用誇獎 台灣人在那個時候 在1945年8月15號 到中華民國派軍隊進來 台灣之間六十幾天裡面 台灣沒有政府 沒有警察 沒有人管台灣人的表現 全世界通通誇獎我們啊 那 犯罪經濟是你 十分 本土台灣人有 很好很好的素質 被爛了中華文化 弄壞 所以好的自然會流傳 會保留 不好的自然我們把它剃除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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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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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副理會主持人 我想請老公 就是 教理的方法就是 台灣要是日本的領土 不能問過 謝謝 挺好的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很多台灣人 反對外來政權 是要自己動甲做主要 但是沒辦法 你怕你如果日本的憲法裡面 有一個分離條款 這樣台灣就有可能健康 日本如果沒有分離條款 我們台灣就沒辦法健康 但是日本如果建立分離條款 那後來我告訴你 優求改善独立 所以 日本也必須嗎 必須 但是可以到日本天皇 我們的台灣基本法裡面 可以來改革 我們跟日本也能變成 聯邦聯邦那裡的 你如果台灣自己真的獨立建構 我告訴你 希望台灣人一點反對 怎麼說 第一 要肯定 第二 要保護自己的肯定 第三要交稅金 如果這三個都起了 台灣可以來主題 美國來幫你保護 日本來幫你保護 日本對台灣要保護什麼 每日安保條件裡面 日本對於台灣這塊土地 還有一個天賦的主權畢物 神聖 這不可以分割 所以有這些主權畢物 哪怕怕 美國選擇 服彼台灣 他要贈贏 這樣就分析了 這是國際法律 你會非常非常清楚 這文 剛才他問這個問題 今天晚上我就會寫這一方面的文章 會貼到我們的台灣民政府官網 很簡單的答案就是 以目前來看 台灣要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認為有困難 而且很多的台灣人會反對 我像你台灣人說 你如果當地美好 你要去做賣 你要納稅 你要買武器 你怎麼賣 如果美國來幫你保護你賣 美國大家要去買武器你賣 美國還給你做金你賣 你賣 那五個也說不 你賣 我們把最好的地方 請來 請來 謝謝 我們來給你 在這裡 我有大意來講 在這裡聽林博士 一台演唱 我心中非常 會感受非常 非常 在這裡我要請問 林博士 不一定 想要怎麼來貽獄 大家要怎麼來規定 大家要怎麼來了解 政府 要怎麼 政府來善警 要怎麼了解 要怎麼結束 這個政府 沒有要政府 在這裡 台灣 不公共 要一個人 真的 這屬式 非常 很重的事情 要怎麼 進行 要怎麼去結束 比這首的 請問 好